民法总则施刑法 民法总则施刑前失踪者 亦适用之 民法总则施刑前已经过民法总则 第八条所定失踪期间者的即为死亡之宣告 并应以民法总则施刑之日为失踪人死亡之时 修正之民法总则第八条之规定 于民法总则施刑后修正前失踪者 亦适用之但于民法总则修正前其情形已和于修正前民法总则第八条之规定者不在此限 第四条施刑前经立案之禁制亡者民法总则施刑前有民法总则第十四条所定之原因 经申请有关机关立案者如于民法总则施刑后三个月内向法院申请宣告禁制亡者自立案之日起 是为禁制亡人民法总则中华民国九十七年五月二日修正之条文施刑前 以为禁制亡宣告者是为以为监护宣告系属于法院之禁制亡事件 其申请禁制亡宣告者是为申请监护宣告 申请撤销禁制亡宣告者是为申请撤销监护宣告 并均于修正施刑后适用修正后之规定 第四条之一监护或受监护宣告之人 民法规定之禁制亡或禁制亡人 自民法总则中华民国九十七年五月二日修正之条文施刑后 一律改称为监护或受监护宣告之人 第四条之二修正条文之施刑日 中华民国九十七年五月二日修正之民法总则第十四条至第十五条之二之规定 自公布后一年六个月施刑 第五条 施刑前已许可设立之法人 依民法总则之规定 设立法人需经许可者 如在民法总则施刑前已的主管机关之许可 得于民法总则施刑后三个月内申请登记为法人 第六条 施刑前具有公益法人性质而有独立财产者是为法人及其审核 民法总则施刑前具有财团及以公益为目的社团之性质而有独立财产者 是为法人 其代表人应依民法总则第四十七条或第六十条之规定做成书状 自民法总则施刑后六个月内申请主管机关审核 前项书状所记载之事项若主管机关任其有违背法令或未公益上之必要 应命其变更 依第一项规定经核定之书状与章程有同一效力 第七条 是为法人者经核定后登记之申请 依前条规定经主管机关核定者其法人之代表人 应于核定后二十日内 依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或第六十一条之规定 申请登记 第八条 是为法人者财产目录编造之义务 第六条所定之法人 如未备至财产目录 社员民部者 应于民法总则施行后塑行编造 第九条 祠堂 寺庙等不是为法人 第六条至第八条之规定 于祠堂 寺庙即以养善家族为目的之独立财产 不适用之 第十条 法人登记之主管机关 依民法总则规定法人之登记 其主管机关为该法人事务所所在地之法院 法院对于已登记之事项 应塑行公告 并许第三人超路或阅览 第十一条 外国法人成立之认许 外国法人 除以法律规定外 不认许其成立 第十二条 经认许之外国法人之权力能力 经认许之外国法人 与法令限制内 与同种类之我国法人有同意之权力能力 前向外国法人 其服从我国法律之义务 与我国法人同 第十三条 外国法人在中国设事务所者准用 本国法人有关设立及登记等规定 外国法人在我国设事务所者准用民法总则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四十五条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一条及前条之规定 第十四条 外国法人事务所之撤销 依前条所设之外国法人事务所 如有民法总则第三十六条 所定刑事 法院的撤销之 第十五条 未经认许成立之外国法人 为法律行为之责任 未经认许其成立之外国法人 以其名义与他人为法律行为者 其行为人就该法律行为 应与该外国法人负连带责任 第十六条 施行前消灭时效益完成 或将完成之请求权之行使 民法总则施行前 依民法总则之规定 消灭时效益已完成 或其时效期间上有残余不足一年者 得于施行之日起 一年内行时请求权 但自其时效完成后 至民法总则施行时 已于民法总则所定时效期间二分之一者 不在此限 第十七条 施行前之撤销权之除斥期间 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项 第九十条 第九十三条之撤销权 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十八条 施行前消灭时效之比较适用 民法总则施行前之法定消灭时效 已完成者 其时效未完成 民法总则施行前之法定消灭时效 其期间叫民法总则所定为长者 适用旧法 但其残余期间自民法总则施行日起 算叫民法总则所定时效 其间为长者 因自施行日起 适用民法总则 第十九条 施行日 本施行法自民法总则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总则修正条文 及本施行法修正条文之施行日起 除令定施行日起者外 自公布日施行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3 8 1 0 2 1 1